当你年纪大了,要少去这两个地方,余生才会命好 时光可以吹老人的容颜,当自己老了以后,才知道生活平民淡淡就好 有的是惦记得越多,烦恼就无法干自 当你的年纪大了后,要学会看淡很多生离死别 人情冷暖,也别往不属于你的圈子强融,好好地做好自己 不要因为时间多,就去人多喧闹的场所,来消遣自己无聊的时光 坦白说,你越往人多的地方去,你所接触的是非就多 甚至还会让你产生不必要的欲望,让你迷失自己的初心 生活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如你意的地方,自古万事难量全 只有多关注自己,在乎身边的人 当你真正到了嗷嗷兹年时,你心中才不会有万千悔恨 其实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年纪大了,要少去这两个地方 你的命才会好,依少去是非多,矛盾多的地方 自古以来人生就有对错与是非之分 越是是非多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矛盾,误解 当矛盾处理不散,就容易引发事故 最后可能影响两人关系上的和睦 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烦恼 当一个人年纪大了,随之而来的是记忆的变差 与朋友之间的分离,到了这时你的经历也不像从前 如果还一味的去讨论别人是非八卦,甚至故意去诋毁别人 这样的做法,一来会影响你的德行,二来别人也不会去尊重你 不管你年纪多大,你说话没有原则与底线 别人也不会给你尊重 在心理学上,人都是相互的 当然也都有属于各自的尊严要维护 你说的话不给对方面子 自然别人说话做事也不会给你留情面 人生在世,尤其当你年纪大了,要切记不要以老卖老 多去体谅他人,给对方尊严,别人才会给你尊重 自然而然你余生才有好运 二,少去娱乐性质的场所中 一个人身体承受压力是有限度的 当你年纪大了,就要多注重自己的身体 要知道你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 假如你习惯性去娱乐性质的场所 去放纵自己,这样难免会影响你的身体 严重的话更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有句老话说,身体才是一个人革命的本钱 你连身体都不去保护,或者任由自生自灭 那么你离疾病就不远了 任何时候做人要学会关注自己的健康 有多的时间不如多去锻炼身体,增加免疫力 更何况一个有强壮体魄的人 不仅心态乐观,也有好运 你不想余生被疾病缠身 就不要轻易透支自己的身体 有时间多去运动 你的心灵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 而这些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当你真正铭记了这点 你的往后余生才会命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